字幕提供王法海實戰元機 早點時間,王法海實戰元機 我看到王法海師傅 大家好 師傅,上一集我們講過家居風水 和長期病患的關係 就是講心血管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上一集看 這集很juicy 講家居風水和一些兩性關係 這個題目相當精彩 我記得我在這裏拍攝 之前憑阿娜《原意怪談》 或者《實戰元機》 講完那集之後,很多好笑的題目發生 我最記得有個個案是說西南國 就在加拿大,有人放了一條魚的標本 我建議那個人,你拿開一條魚 你不拿開,我會找到一邊 你老婆便是死魚 是呀,師傅 真的有條死魚 因為他們那邊很流行 一條魚的標本起碼四尺長 另外有個個案是很有趣的 在香港的大西北,村屋 那個人在西北方代表乾坊 放了一串無力的水喉 呼形鶴像在西北區代表甚麼 男性的功能上好像抽水喉一樣 對 對 如果說回剛才的功位 有些舊一派的風水 有些會放一些本來精怪的東西 甚至會放燒 這些東西 我正在做資料搜集 很多時候有個特別的題目 就是,我想其他風水師都未必夠膽講 性濫感 冷感 就是,關係疏離 有些生活上我想問一問 Mac,如果天氣冷 你洗澡 你的窗會不會關掉? 會,當然會 有個案,提一提 多冷都好 冷你會關掉 但你平時都要留住 空氣流通 有些案在台灣說出來 如果你的洗手間 洗澡浴室 你完全是窗戶鎖 是拔風的話 空氣不流通 就是,頭花不旺 自自然而 你身邊的伴侶 不管是男女 就會沒有心機 不想你來 會冷淡 另外,也有些個案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些人 遺習慣 就是,洗手間 那些洗潔精 或者清潔用品 過水永遠過不正 哦 放在那裡 很有趣 不要小看 一方面可能會有病 或者容易有苦科病 另外就是 會令到你身邊的人 生炎 因為其實 如果你長期痴呂呂 其實都是麻煩的 我看到很多人都這樣說 因為下得多 就以為可以 其實不是的 你要清爽才行 另外,最有趣的是 除了不開槍 會令到冷淡 過水不正的清潔液 另外就是 上次說,死雨 是 洗澡房間 很多時候是影響到 量性關係的 還有,要注意 洗手間、廁所 有沒有漏水 儲了一些黃水 如果那些地方不行 你的苦科病 都會容易爆出來 大師傅,我想請教一下 香港和台灣不同 台灣呢,我看很多的屋 其實他們的廁所 都是在屋企單位的偏中間位置 換言之 不會有窗 不會有窗 就不會發生 你剛才所說的事情 原則上 都要空氣流通 空氣流通 你說完全有濕味 就糟糕了 有的,其實很多都有 有的 所以其實 有的問題就是 其實這間屋的中間 做洗手間 有一件不好的 就是多族桃花 又或者對性的概念 比較放蕩 不是說台灣人 而不是說 這種設計是有問題的 這樣說 相對地台灣很多時候 都會比較開放的 底線放得比較寬 不是說他們 沒有錯與對的 不是說得很壞 不是說他們 很放蕩 那些 但是相對比較 接受性比較廣 是的 我記得 拉一拉就是 我們 節目 我和阿娜 和你 有個 common friends 就是那些節目 那麼 他這麼不好 在國內的屋 洗手間 就放在西北位 哦 是的 當爸爸不在這裏 西北代表爸爸 不在這裏 他最應貫 是 引致到什麼呢 一就是運氣會比較差 如果那個工位 是代表做了洗手間的話 一就是 他對情感的底線會比較開 是 我包包這樣說 嗯 其實就是 沒有那麼多 心理關口 是 衝破都容易 還有 製餘都會差一點 就是 這麼不幸 是 其實就最好 如果那間屋 洗手間就不要放在西北位 是 是 但很慘 有些控制不到的 嗯 如果真是附著放的話 就要有些技巧了 那 有些單位 他不止一個廁所 他可能有套廁的 是 那又怎樣處理呢 套廁不重要 只要那個 廁所的馬桶 不兜口兜面 兜到床就可以了 哦 如果套房 我記得我去年說過 最怕有些叫做 主人房 有 無緣無故後面來到一個 細細的衣帽間 嗯 那 衣帽間還要放張貴妃椅 是 那即是 開多個異廠了 嗯 還要做個虛擬的太太 就認了那條數了 那 有些主人房 開三邊門 是 這些就是馬來西亞的職多 那大部分 有些情況 便容易 老公便 一二三床 一三五二四六里 這樣 會容易有些情況發生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但是如果你說 長期 兩方面不協調 其實都會影響到 婚姻 甚至乎財運也有關係 是 因為很多事情很奇怪 我們宇宙間 男女的相處 其實都影響到 你個人的祭餘 如果你不餘得水 或者你是 離經半島 其實都是差點 哦 是的 OK 廁所有沒有說 要長期關門 還是開門 有兩套說法 有些是廁所長期關門 但我有一個基本原則 馬桶是要吸收 哦 是的 那麼 開雨衣 最重要是 你能否通到風 嗯 通不通到風 如果你說長期暗 現在還沒有燈 沒有窗 那些就真是暗淡 是的 長期洗手間暗淡 你能看到 那些 女士的膚色 是雨雨黑黑 看到的 哦 在她的臉上會看到的 是的 這些就不是上海的 家居風水影響出來的 嗯 即是怎樣都要開著窗 就會有些 疏氣 疏氣 是 疏氣 還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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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現在很喜歡 放一些廁所 亂的放石春 是 那麼 當然有一套風水 就可能說 某些位置是旺丁 或者是聚丁 就要放石春 但是如果洗手間 又剛巧在西南衛 你放太多 就容易有苦科病 嗯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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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兩年都很流行 日式和風那些 很多亂擺在石春 嗯 那麼 擺錯了位 很多時候就會有 生樓 士多啤里樓 那類 嗯 是要爭氣的 那些人 撞到牆 然後你就去判斷 不好意思 我寧願提醒大家去避 嗯 你們背了鑊 醫生錢我沒有得代的 是 沒錯 你利益了某某某醫院 我又代不了那個錢 是嗎 寧願你們自己清楚楚 簡潔通喪 不要解到這麼複雜 是 是 OK 所以呢 其實大家都有聽師傅的節目 都會理解的了 老實說 喂 風水是 是吧 幾影響 的一件事 影響不單止你 影響你家人 是啊 因為我去年說過 兩個公委 老公委和老婆委間屋脫葛 如果老公的前方委脫葛 有個問題 老公很多時候找不到吃 在家裡沒有地位 另外試過 西藍委脫葛 你不要以為老婆的位脫葛 你就很厲害 他當你太太變成一個 沒有自主思維的人 你都頗大的 是 什麼都問你 好像不想事情 是 你更嚴重 好像他沒有這麼強勢 但是沒有強勢 只有一個奪 完全沒有獨立思考 一路柴 盧先生你都頗大的劑 雖然聽話 但是有智慧的男人不會那麼蠢 整個Yes Lady給你 你都大劑 不行 一人計算 短語言計算長 你只是找來玩而已 是啊 所以 如果大家在家居風水上有任何不明白 或者 很不幸地 如師傅之前所說過 另一個事情 就可以聯絡師傅 請教一下他 保障你們的私隱 你放心 下一集我們又再跟師傅聊天 好 拜拜